在上面的课程中我们分别实现了 我们这个插件 我们的安卓方的实现 与阿尔斯方的实现 那么在这节我们万事即备体现中风号 接下来我们就来在我们大口端 来调用我们这个插件 来完成我们已经是别的功能 首先让我们打开我们的手页 然后在这里我们提供了 Zub2 Speak 一会儿我们来开发一个 我们Zub2 Speak的页面 从这里我们更加一个Zub2 Speak的页面 我们给它请进入Zub2 Speak 然后我们给它做示项 1 3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实现一个 我们已经识别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里面上面是这样一段话 然后中间有这样的三号文字 然后下面首先是一个可以执行动画的按钮 然后里面这样的一个画桶可以放大和缩小 上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然后右边有关注的按钮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动画 那么实现这样的动画首先我们就用到了我们之前我们所讲到的我们动画的上方的一个知识 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创建一个 Animal widget 我们继承我们的Animal widget 然后我们来实现了的Builder 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两个五线动画 这两个继承动画一个是我们的透明度改变的一个变化 我们透明度从1到0.5这样的一个区间的变化 然后还有我们大小的一个区间的变化 我们这个大小的区间变化我们从我们定义一个大小的长量 我们大小的长量我们定义从 我们定义从80 从80到60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区间 然后我们来定义我们这个类的我们的过的方法 最后的方法我们接受一个Animation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实现一下我们的Dude Dude的里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先来获取我们的Animation 这个是我们的double类型的 然后我们给它请进Animation 是我们的Lisable 然后我们对外层我们放一个Opposite 然后可以改变透明度 然后Opposite我们入什么呢 我们就用我们的Opposite Dude 然后我们计算出什么呢 计算出我们的这样的透明度这个值 然后我们Chill的我们方面空的大小 我们放个container 那container我们放一下它的高度 高度的大小的话我们用Size 我们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计算出它这个变化 这个高度 还有我们的宽度 以及我们来设计的装飞器 装飞器我们高个数 顶装飞器 然后我们设计的颜色 颜色呢 我们Panus Blue 然后我们再来设计下Border Border我们希望它到一个圆角 所以设计的Border 然后Border Radio的话 我们设计下这个Circle一个圆形的 然后我们设计多大的 我们是我们的最大的高度的 这样的一个圆形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这个Circle Circle的话我们放一个icon icon里面我们放一个 然后颜色我们就用白色 大小 三十 这样以来我们这个通话 这个VD那边创建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实现其他的部分 我们来创建我们比如这个按钮 我们通过一个方法 我们叫体能的bottom item 底部的item 我们首先我们希望我们底部的item 它能够宽度 然后 太好我们 充导好我们整个屏幕的宽度 所以说我们之前有用到过我们的size box 大家还记不记得它是怎么用的 这里我们设计它的OS OS的话也就是我们属于方向 让它偏了我们整个的屏幕 然后我们再设计一个space 我们希望布局这些能够叠加 然后Chill的话 Chill的话我们放一个什么 我们首先放一个gester 然后这样以来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的on type 来tip刚好 就是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能够 调用我们的 一块我们写一个speak scar 我们来定义这几个方法 speakscar 还有我们的 speakscar 然后我们再来on typeup 就是手指松开的时候 我们就停止流行 我们再用speakscar scar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当长按 然后滑出的时候 这是一个cancel 那么这个cancel实际上我们也要补够一下 cancel我们也叫speakscar cancel它里面是没有反参数的 接下来我们来share这个chill的 chill的话我们放一个sensor 我们希望它去中显示 然后里面我们放colour 希望它能够上下部去 上下部去我们上面显示出一张文字 然后下面显示出这样的一个圆形的 一个button 然后为了为我们文字设立一个panding 所以说我们外面包了一个panding panding我们是够大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切个10 然后切了我们就放个paster paster的话我们就用我们的speak 我们定义一个强量 如果强量的话我们就定义成 我们直接定义成这样的speak 这个paves 然后我们来设计它的样式 然后我们paster style 然后我们设计它的颜色 颜色的话我们paller 我们再来设计它的final size 然后我们下面放一个 放一个什么呢我们放一个staker 这个里面我们放children 然后放contenter contenter里面我们有个技巧的 为什么放个contenter 然后我们希望当我们这个里面的 按钮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按钮会放大和缩小 然后会导致我们布局的它的宽度和高度 会放大和缩小 发生电话这个时候 我们上面这个识别中 这个文字就会因为它下面的布局 它的放大缩小而改变它的位置 所以说为了不改变这个位置 我们放一个高度大小的contenter 然后作为一个张卫图 张卫图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坑 图里面它下面的这样的一个contenter 它的变化变大还是变小 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坑 它的大小是永远不变的 这样以来就可以 保证好我们上面的文字不发生变化 或者位置不发生变化 这也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彩蛋 接下来我们来放一个center center的话我们要放个chill的 那么chill的话我们就放我们的animation 然后里面我们放我们animation animation我们来定一下我们的animation 然后在这里我们出取化我们的animation 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定一下我们的animation concept了 然后控制我们的动画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出取化它两本 首先我们出取animationconcept了 animationconcept了 然后这里我们选gase 这里我们再加一个 让它实现single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 我们的页面在不选择的时候 我们动画会停止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技能 然后divation我们用多少呢 divation我们就用 然后 然后我们再来 听一下我们的animation animation我们 用这样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我们用txt了 然后 这里我们 用它的 一个use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添加动画的一个stater 就是listen 然后stater 然后stater 然后我们在这里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我们的stater等于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动画执行完成之后 我们希望我们动画能够循环执行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等级可能另外一个彩蛋 我们如何来实现一个循环执行的动画呢 我们就可以在动画执行完成之后 然后呢 监听动画的执行状态 然后让它掉它的reward 然后反向执行 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循环执行的动画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stater 如果我们的animation 跟miss 我们动画被关闭了 这个时候我们控制了 我们再开始我们的动画 这样以后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用到动画的control了 所以说 我们在this pause 说明这些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及时的 再用我们的control了 做this pause方法 就是我们的自由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animation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什么呢 我们再来设备一下 我们右边的按钮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我们的这个按钮 我们用绝对进入 在这里我们设备一下它去右边的位置 我们设备0 然后下面的位置我们设备20 然后我们设备它的chill chill的话 我们希望我们关闭按钮可以点击 然后我们给它设备按钮 设备一个签讯 然后当点击我们这个关闭按钮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关闭 我们的页面 然后我们再来设备的chill 我们设备的icon 设备的icon 我们设备一下 我们一个close 然后设大小 我们设备30 设备颜色 我们希望它是黑色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布局上上面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bue的里面我们实现它 我们首先我们最外层我们放个container 我们放个container 放container的话我们设个pinding 然后让它居上边下边都是一个30的一个距离 然后我们设备的chill 然后我们设备的chill 我们设个chill 然后虽然它们里面没有那个机构 然后我们再放一个上下布局的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设备下它的显示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上下布局的变用两点结构 上面它能够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speed比拼然后进行 然后进行显示 然后我们设备这个chill 然后我们设个columns 回这里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能够请用一个叫popitem 下面是potumitem 接下来我们出现popitem popitem的话我们发动一个column 这个column首先我们换个code 我们换个hand定 判定的话我们说多少呢 我们设为 我们enact的设为0 然后tof设为30 unact的设为0 totum设为30 希望我们设为chill chill的话我们放一段话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公布设备设备设备 我们放上这样一个b的一段话 然后下面我们 我们下面放一个paster 这个paster我们也放一段话 这样一段话我们分三行 然后通过这个反斜更好 我们进行换行 然后设备它的样式 然后在下面我们设一个paster paster里面放的什么呢 放一个我们语音识别的结果 摔到一个边际 内边际 然后放一个chill 那么chill的话我们放个paster paster显示什么内容呢 这里我们要订一个paster 然后我们这里就享受我们这个paster 之下我们要放一个style 然后我们放一个颜色 这样就可以了 首先的话我们来运行一下来看看效果 我们这个最后面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跳转的我们这样的一个speg 配起这样的一个页面 在这里我们通过Navgator push 然后我们跳转的我们speg 页面里面去 然后这里是这个位置 我们还有一个位置 在我们的speg页面里面 在我们的speg配置里面 我们也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peg页面 speg页面 speg8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清除它的 input 我们看一下它里面这个 speg页面 然后我们取一个speg 然后我们取一个speg s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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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实现 s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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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点击搜索 这个时候就跳到了我们搜索里面 我们点击一个按键 看它有没有一个放大缩小的效果 这个时候是没有放大缩小的 然后我们点击X 如果返回我们上一个页面 我们点击搜索 点击X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调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个动画没有效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自己的原因 我们在speak 配置里面 看看我们的动画 我们在其他这里面 我们来实现对我们这个动画的一个调用 在这里我们需要 我们的forward进行开锁我们的动画 另外在stop那里要用我们的 和withset 让它恢复 让它恢复原位 然后再调用它的stop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cancel 因为我们type of cancel 调用的也是我们stop的搜索 我们这里就不错 平时要用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点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放大缩小的效果就有了 以上便是我们实现我们搜索页面的这样的效果 那么在下一节我们来实现 在搜索页面 就要用我们的AI智能语言 sdp来实现我们搜索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实现我们语言搜索的功能 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最终的主要内容 那么我们这几行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阶面 我们将这个阶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 我们就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首先我们在根节点下 我们放了一个colorm colorm里面我们放了top item 还有bottom item 分别生存我们顶部和底部的两个视图 这是我们顶部的视图 然后这是我们底部的视图 底部的视图这里有一个彩蛋 这个彩蛋是什么呢 是为了当我们这个动画在变化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这样一个container 它的高度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加进一个处理的 这段下会导致它上面这个长按书画 这个文字会随着下面的高度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说这是我们不期望看的这个效果 那么为了让我们这个高度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长按说话 这个文字能保持着原来的位置 我们这里放了一个坑位 这个坑位就是放了个container 它的高度和我们初始状态下 我们这个按钮的高度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样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思路 大家以后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老师这种思路 来进行解决这种问题 以上便是我们本类的主要那种 大家在学习这一科的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的好的想法 或者有任何的疑惑 都可以到我们的客人问派去进行留言 大家留言中好回来请你集合回复 谢谢 谢谢